天道蒙四海邦太阳会主联邦各大帮派脚头大佬齐聚一堂 还率领旗下超过3000名小弟出席 为的就是参加台南市脚头陈建文公祭 各大佬起座中间第一排 周围还有保镖紧跟左右 彰显道上备份和地位 其中和陈建文哥哥结拜的天道蒙盟主铁霸 不只出钱出力出人 更代表家属向出席宾客致谢 为了风光送走陈建文 这场告别式设置在安平区华平路停车场 布置华丽气派 高差旗袍里深一字排开 就连黑色里车也都是宾利 劳斯莱斯等高级轿车 总计230辆 亲友估算这场桑里所费破千万 堪称台南地区史上最大规模 陈建文曾跟随嘉义黑道大佬红红兵 之后到台南安平自立门户 辈分高人员好 受黑白两刀敬重 经营塑胶业有声有色 逐渐淡出江湖 今年2月却遭小弟虾米持双枪击毙 震惊社会 就怕黑道趁机闹事 警察局长方阳玲亲自坐证指挥 出动600名警力鹤枪实弹到场搜证 过滤可疑人士 成功逮捕6名通缉犯 带回98名未成年 最主要我们的警力也是在压制这些帮派组 不容许在本村在我们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的辖区 行政任何的一个治安事件 这场告别是从早上开始进行佳祭公祭 直到下午1点左右才前往火化场 送走陈建文 地方中心台南报道